大家好,歡迎收看《PlayHK》由阿俊,繼續進入比下城尋求海后,上集我們就玩完艾斯的章節,接下來又會回到貝爾那裡,究竟會有什麼事發生呢?我們馬上開始遊戲 貝爾四章,支援者,即是說我們有新的幫手 你慘了貝爾,不只會被人罵,你準備又開這個讀書會了 你太多危險了,今天加上這個心構的強制,我會突然的恐懼 等下,等下,我已經成長了從那裡,Aina 我已經升了幾個性能,E E? 貝爾的成長速度可以為正常人的10倍以上 對 這個做法其實就不適合規矩 因為能力值是每個眷族或者冒險者的秘密 是不會告訴別人的 不過大家放心,他就不是當眾敢隨的 其實現在就是一個雙談 在藍室裏面 不過說背景那個人就真的懶了些 好可憐 我可以看得太清楚了 Bell君,明天有預約會嗎? 我和約會嗎? 你說,現實世界怎會無緣無故有個女孩這麼關心你去約你? 這些東西真的在小說或動畫才會看到 變服裝的Aiena都有CAP圖 你會想要去嗎? 是的,對不起 那,我們快點去吧 那,你快點去哪兒去哪兒去嗎? 你不想吃太多了嗎? 你不想吃太多了嗎? 但這裡是一個大堂的地方嗎? 對,正確 今天我們去的地方是大堂的地方 咦? 咦? 就說, 正確是大堂上的Babbel Babbel是冒險者的洗手間或公共施設有的嗎?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 就知道了, 趕快去吧 Ana, 等一下 其實來了剛剛兩個星期, 有什麼理由不知道Babbel塔上面除了有基本設施 最頂層就是一些大的眷屬他們自己擁有的房間 還有就是有很多店鋪在裡面 咦? 沒錯, 只有出名的鐵像才會買到東西這麼貴 未成名之前, 都要便宜的賣才可以賺回材料費 好, 但是, 只要是賣相賺的賣相賺 但是, 只要是賣相賺的賣相賺 也會有更多賣相賺的賣相賺 真的嗎? 沒有這麼高的, 如果有這張手就能夠 Bel, 確實在你身份的性質 只要有7階層進出的需要 但是在下的地方,可以有多股 能量上升 我今天要考慮做好準備 是我的冒険者最低限的义务 能力、武器、具材 多了 我以為你不在乎 我就想玩了 我太不想玩了 但我許會 什麼 那我太不開心 謝謝你 那我來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沒問題 你不在乎 我要你吃的 失誤 中間又是有很多東西不見了 我就告訴大家貝爾就找到一件銀色的盔甲 只是空甲、護手、護膝 那套裝甲的名字叫套海 製作人遲些都會出現 我暫時就不劇透了 我應該想要進入大堂 我應該想要進入大堂 你怎麼知道? 嘻嘻… 我應該要組一個派對方 或是招待人 招待人嗎? 對,我可以幫助大堂探索 我應該會有效益 支援者基本上就不會參加戰鬥 最主要就是幫忙,因為你入地下城都要拿裝備 因為入地下城都要帶大量的道具 他又會掉落道具,有魔石打到,就要拿回走 有支援者的話,探險者就可以專心去戰鬥 終於說了,我還以為連這部份都跳過 你不可以給我 你會用這部份都要拿來 你不可以用這個 你不可以用這給我 你不想買 我不會有賠 你不可以給我 你來自身 你不可以 我不會死於好 你不可以死亡 我不會死亡 我多不想死亡 你不想死亡 你快不想死亡 Bell 君 這個應該是我的為了 那...謝謝 對,謝謝 如果我沒有記錯,那個護手 價值不知14000還是16000 是比貝燕買的那套套海更貴 這個護手就是綠色,裡面可以藏一兩支靈藥 帕老母就是小人族的意思 這個是地下城裡面的專有名詞 我沒有見過 那...那...等一下 蛤? 什麼樣子? 那是她的仲間嗎? 不...是初面 那...為什麼她的仲間? 我...是女孩子 你想想你樣子兇神惡煞,追著這個美女 那當然...九成都你有問題的啦 哈哈 什麼事啊? 那是小人 那是小人 野兵 哎呀 麻煩你剪掉他 好嗎 謝謝 謝謝 幫我幫忙 不 給我 不 給我 對 那個女生 什麼 沒有 是誰 是誰 是的 是的 但是 首先 你先把它拿出來 你那把匕首值成兩億 這件就是我們的新防具套海 其實你看他背面的背包真的很誇張 怎會大過人幾倍那麼多 其實就這樣怎麼看都不像瘦人 是不是 真的,有耳朵 先看圖 其實就算變妝也很容易認得到 因為你要變身就沒理由再加一些東西 你肯定會被人認得到 其實我自己看見這些貓狗之類 和我都很喜歡這樣 你肯定會被人認得到 你肯定會被人認得到 我先去看圖 那應該不錯 但... 那... 自己介紹還未了 萊莉的名字是 Lilyl Kaade 你姨姨的名字叫什麼? 啊,Bell,Bell Klanel 這裡我想說一些我覺得中間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莉莉把自己的真名畫給貝爾 至於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其實玩下去後一點大家就會知道我暫時不劇偷 好,我們拿到兔海Mk II 就是說我有些東西可以拿去賣 原本穿的那件甲也可以賣幾千元 咦?我不是應該會先穿著嗎? 這麼笨? 我還以為會自動裝備 哇,加二百多房 現在我們有二百點的量力值 我再加一個攻擊力 這樣打怪就會有效率很多 莉莉來了之後看看究竟她有什麼技能 技能名字就是莉莉來支援 儲得很快,威力很小 可以射出覆蓋她大範圍的無數箭矢 先出來,讓大家看看這一招 哇,莉莉這麼多 莉莉 其實莉莉的箭上彈很慢 玩了一會兒,我升了一些技能 現在繼續劇情 準備和莉莉一起潛入地下城 好看 好看 Bell様! 謝謝,但Bell様是要禁止的 那種不可能 仮契約也不可能 上和下的立場也不可能 冒険者也不可能 支援者也不可能 不可能要下降 因為支援者 在冒険者中是最低價的 因為覺得他們存在不重要 所以經常被人用完職器 甚至逃亡時利用支援者的引誘怪物都可以做出 不可能要下降 三 國喜 音樂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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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事情有些事情, 冒险者是怒り, 莉莉達に分析会を恢致不可的。 那些事情? 我认为她是有些事情。 但是, 莉莉達不可的。 如果莉莉達不可的情供, 她是有些人的支持者。 有些蟝烈的蟀蟁终串 就是职务楼失得的话 她会凶不尽啊 但是能否承受一下 想要que她们ג war以偷雅 是什么东西 我明白了 リリー 我明白了 ベル様 話は変わりますが 本当にベル様は駆け出しの冒険者なのですか こんな数のモンスターを お一人で倒してしまうなんて たとえパーティーを組んでいたとしても レベル1の冒険者が あの数をあんな短時間で倒すのは難しいです 一来就背的能力高 二来有女神之人 所以打て上来就舒服好多 倒したと言っても 危ないところは結構あったし だから僕はまだまだだよ 確かにそうですね ベル様のお強さは武器によるところもあると思います やっぱりそうだよね 僕もちょっとこのナイフに頼りすぎかなって思ってるんだ ベル様 そのナイフはどうやって手に入れたのですか 僕のファミリアの神様にいただいたんだ なんでも友達の神様に無理って譲ってもらったんだって 無茶するよね 僕の大切な人 ベル様 そろそろ先進みましょうか 危ないからあまり離れないようにね ねりりは私たちとにも ねりは私たちが気がする 実際にあるあなたとしてはヨイトーも提供している これからファミリアの神様に戻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よ 我々は私たちも戻ってもらった 今次の技術が必要する これはつぶ一つの怪物があります 其實真的沒什麼難度,這裡應該是第七層 因為我之前玩過這個自由探索 所以這裡的環境我已經認得了 這裡最煩的就是這些死人青蛙 因為他們有遠距離攻擊手段,冇姨其實是很吃虧的 而且這一層其實都蠻大,讓我慢慢去清理這些怪物 五個五個就打光了 其實阿波爾他就不是很懂得看人的 完全就是一個被人騙了都不知道什麼事的人 是,很不錯,支持者都很優秀 那位所屬的Familia就知道嗎? 確實是,SomaFamilia就說了 SomaFamilia? 還是,反對也賛成的地方都出現了 有什麼東西嗎? 是典型的探索系Familia,但有酒也賣了 大家都在哪裡都必死 死亡狂的 酒其實就不是捐逐成員釀出來的 而是Soma本身就是一個酒神 他是很沉迷利用人類擁有的東西去釀酒 不過這樣他也是可以成功釀取得到神酒 但是在最後是Bell君次第 我以為是贏支持者 是贏支持者 謝謝 那來我們要回到的 是嗎?Bell君,怎麼會是有關鍵嗎? 是嗎? 我沒有關鍵的背包 但我沒有關鍵的背包 你說死不死?這麼重要的女神之人都可以不見得 這裡已經說了為什麼女神之人不見了就是被莉莉偷了 接著她拿去當時就說刀不值錢,是頓刀來沒有價值 當然啦,因為你不是赫斯提亞的卷族,所以刀就沒有用 然後呢,還有什麼需要呢? 對 等下,那裡的刀 首先這裡我要作出更正,因為他們不是在大路 莉莉應該是在小巷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被人見到 現在我把她拿到的包裝 我希望你給我看 劉…劉? 我看見她的貼物 我會看見她的貼物 我看見她的貼物 我看見她的貼物 但我看見她的貼物 你走不到了 警告はしました リュウ 果物を粗末にしちゃダメ 実騰は水果を一口に投げてくれ それ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ない 私たちの力を入れた方がいい 我只是受了一堆 金 ram未来 Sixirica,你怎么能不 grilled 啊 啊 啊 那一句話是... Bell様 真是 逃避了 啊 其實依照一樣的事情 不能認得 現在是劉山? 那 什麼事在搞笑呢? excellence 只是剛好 其實是你的 你的傷是 我的物 リリー何か言った クラネルさんどいてください シアンスロープ ちょっとリュウさん何してるんですか リリー大丈夫 はい すみません人違いでした リュウ待ってよ シルソンまで一体何なんです クラネルさんあなたは今あの黒いナイフ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ああそうだった二人とも上から下まで真っ黒なナイフを見かけませんでしたか これですか 那、皆さん buildings 僕のナイフ あ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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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其實화면の面紅色はあまり配れたからのですが 前段は本当に面白いです Ctrl-10 回る頭です まあでも ピックの面紅色の面像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がはやっぱりエビーは截っているのが Il- llam Berlinさんに境ma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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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siamoのasimes 可能 Chr設計もなりますが 那, クラネルさん、 手を握られるのは困る。 それに、こういうことは私ではなく、 シルに向けてもらわなくては。 龍! 何言ってるの!? 好。 神様、ごめんなさい。 もう二度と落としたりしません。 落とした? はい。 これ、どこにありましたか? あった、というより、 一人のパルームが所持していました。 パルーム? あなたの身近に、パルームはいますか? いえ、いませんけど。 では、あなたが落としたものを、 あのパルームが拾ったのでしょう。 先日の男との争いの時に、 あなたのナイフを見ていたのは幸運でした。 ああ、そういうことだったんですね。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シル。 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あなたは平気? 怪我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あ、これくらいは平気ですので。 いいから見せて。 あ、はい。 あなたは… 全て。 あなたは大丈夫。 じゃあ、ベルさん、私たちは行きますね? 大家看看、 actually、希怡は知りりる身分。 雖然我一直都覺得希怡背後は悲悪。 しかし、不知何解。 我看了小説第十二期、十三、四期還未見、 還未揭曉她的身分。 啊,是的,非常謝謝 Lily,你怎麼回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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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正好,我還想找到Lily的事 啊… 嗯…Lily,明天你也會潜入我嗎 啊… 嘩,好棒 這個位置內容就說要去地下城試試火焰閃電,因為背就學到魔法 馬上進去看看 嘩,嘩,又發現了嗎?這麼距離離不離 我覺得好變態,傅雷亞經常在塔頂望貝爾 但貝爾又厲害,她感受到傅雷亞的視線 但是,你應該知道了嗎? 但是,你應該知道了嗎? 有了嗎? 是嗎? 這個本嗎? 是嗎? 沒有,沒有什麼 現在就忘了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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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要去哪兒嗎? 是嗎? 是嗎? 我沒有在家裡的餐廁房 是嗎? 是,我不是在家裡的餐廳 我沒有用家裡的餐廁房 我已經沒有用家裡 因為我沒有用家裡的餐廁房 是嗎? Shiroさんは休日の日って何してます? そうですね 読書とか? 読書か 神様が持っている本はどれも難しそうなんですよね でしたらこの本はどうですか? ゴブリンにもわかる現代魔法 沒錯,就是剛才フロイヤ手上的本書 フロイヤ手上の本書を置きました 原本は高いです お客様の忘れ物なんですけど 取りに来られる様子はないし この本で良ければ貸しちゃいますよ いいんですか? 減る物じゃありませんし 読み終わったら返してくださればそれでいいですから じゃあ一日だけお借りしますね はいどうぞ はいどうぞ 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他偷工減料 明明這個心星是可以配音的 はい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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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あ 但是,那是我 Bell君!Bell君! 就是這樣我們就學會魔法 其實如果你讓我選擇,我會選擇更加強力的魔法 而不是現在這一招 那是你不斷,我會選擇了,你會選擇了 那是...那我... 那,我會選擇前面,你會選擇更快 你最近已經不在了嗎? 那是,我會選擇 那是,你會選擇了嗎? 那你怎麼寫的本書呢? 《魔法》的本書 很優秀的名字 我也覺得可以寫得到 神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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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它說出來就是《火山》 是《B-O-L-T》 其實如果照譯應該是《火山》才對 是《山塞》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譯成《火焰閃電》 不過我自己比較喜歡中文名 因為符合這《魔法》的描述 《火山》 《火山》 哈哈 你亂說 你說完出來 燒了這裏怎麼辦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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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是 nie know what I think 所以你不太想叫魔法名 只要是名字 或是你偷志的意思 是我看不清 不太清楚 但我认识是否出不一定 将来你只要是正常的 明天在评论我评论 就算是小朋友,立刻要去試玩具 打敗哥布林地靈一共三十隻 簡直就是侮辱我們的攻擊力 都不差,跟我們用刀斬就差不多 現在都是根據故事的描述百名的出魔法 最後貝爾就會有事發生 結局就是魔力苦蠍所以躺下了 今から言うことをこの少年にしてやれ 償いなら恐らくそれで十分だ そんなことでいいの? 私は先に戻る 残っていても邪魔になるだけだろ お母さん お母さん 私は君のお母さんじゃない 幻覚? 幻覚? 幻覚じゃないよ ああ ああ 再osten biodiversity この図柄は少し不一樣 あ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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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ーん 又哪次見到艾絲不是這麼大叫 劇情完成了 這集暫時就玩到這裡 貝爾的魔法能力終於顯現 以及很開心看到一個塞枕的畫面 我覺得他真的蠻幸福 我說他就繼續閉著眼睛睡一會 至於為何艾絲和李維尼亞會兩個人上地面 我們下集應該就會知道 我們下集繼續 追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拜拜